关于这个中央汇金 征辞 世大银行股到底目的是在哪里?汇金的意图就是帮国有银行维稳股价 把股价给刺激起来,等股价涨起来之后,这个国有商银行增发新股 用市场的钱 来补充银行的资本金,不过呢这件事情基本上很难实现,为什么?市场上也不傻 问题来了,为什么中央汇金要这么着急的张罗这个国有银行资本金的问题呢? 什么原因呢 房地产 按照中国银行业的情况 房价持续下跌 带来的风险比任何情况都要大,所以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破裂,中国的银行业就是灭临之灾 所以中国股市的问题其实是表象,根本还在房地产 房地产,根本还在房地产 都要大,所以我们是在那儿,就是在房地产 房地产 房地产